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在线帮 您的健康我们来帮 大家好我是丁阳 大家好我是李萌 说起甲状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在哪里 是一个什么形状什么功能 相信有一些朋友知道 有一些朋友他并不知道 但是呢近些年来知道甲状腺的人越来越多了 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甲状腺结结 结结出现了的话 如果达到一定程度 医生可能会建议你一刀咱切了吧 切了的话会造成什么呢 很多朋友会造成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减退 甲状腺功能的减退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甲减 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理解或者相关的了解 如果一旦得了甲减 一些朋友都知道 可能就会造成终生的一个服药 甲状腺功能减退 这些药可能就要帮助你恢复正常的一个甲状腺的一个功能 但是这个甲减呢 它容易引起很多的其他的疾病 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 吃药还是吃药的 每天就是可能适当的吃些药 那还有什么更严重的一个后果呢 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其他的这个脏腺 比如说我们特别重要的就是心脏 是的 就是心脏得了甲减 如果有一些朋友说 我不吃药 比如说 可能是自己觉得自己这甲减 甲状腺这方面并不是那么的严重 还有我们就觉得 吃了一段时间药 然后觉得我这个指标是正常了 所以我就自己就把它给停了 其实这样都是对我们的心脏会有一定的损害 最后造成 非常容易引起心脏病 对 最后呢 有可能就造成了引起了心脏方面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 甲减那些事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呢 是甲春宝甲老师 我们现在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讲嘉宾 甲春宝中医博士主任医师 现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中医特色诊疗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 获国家专利两项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交流中心 重点推广项目两项 北京同仁堂医院特需专家 哈尔滨贵生堂中医医院院长 欢迎贾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 欢迎贾老师 你好 贾老师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 甲减那些事 一些朋友别甭说甲减了 有可能甲状腺在哪儿 是啥样都不知道呢 那我们现在就直入主题 说老师先帮我们来检查一下 介绍一下 什么是甲减 什么是甲减 对 甲减是怎么来的 在了解甲减这个概念之前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甲状腺 甲状腺 这个线体的命名 其实就是根据它长相来命名的 它就在我们这部位嘛 长相 护腿 就像我的领带似的 两边 中间 就这么这个长 就是在我们锁骨的上方吗 锁骨窝的上方 喉解的下方 气管的前侧 在这么个位置 这么长的 扁扁的 平常的我们是看不见 说我摸一摸你也摸不着 你厌厌看一看看不见 只要能摸得见看得着 那就是有病了 那就是有病了 所以这就是甲状腺 甲状腺干啥用的呢 它主要是分泌激素 它能生产激素 你比方说我们胆囊 我们胆囊干啥用的呢 胆囊装胆汁 胆汁哪来的呢 有肝脏来的 肝脏合成胆汁 然后分泌到胆囊里 我们的甲状腺呢 就是相当于肝的功能 合成甲状腺激素 合成完甲状腺激素往哪放啊 往山上放 往你各个脏器上去运输 运输到它干啥用呢 这个甲状腺激素啊 能让你各脏器的功能 处于正常运转状态 如果没有它了 你各脏器功能就运转不了了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一下 把这甲状腺弄没了 没有了 没有了呢 你就啥也干不了了 相当于人就 直无人了嘛 什么也干不了 就只要他不好好工作 他也不好 别的地方也不好 就我们这样的脏器啊 你心脏没了你不行吧 你肺脏没了也不行 肝脏没了也不中 大脑没了也不中 这甲状腺没了也不行 它不像胳膊腿没了 胳膊腿没了你都可以 但是内脏没了可可不行 如果我们的甲状腺功能低下了 那就叫甲减 那么我们身上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 这个人表现了一天眉睛大惨的 心情极其糟糕 一天干啥也没精神 浑身都难受 这个身上的肉你说不明白 疼吗 甲减的病人 他的描述一般人都不理解 基本家手都这样说 说你看你这个也没啥事啊 你说你哪也没也没烂是吧 拍片子你哪也没事 那你一天呲牙咧嘴的干什么呢 愁眉苦脸的见谁烦谁 人家昨天有一位病人来了 他儿子就说他妈 说你看看你这个 你花一单吃这药 你花一单都挺好的了 你怎么一天还难受呢 你说你是老太太 你老装啥病呢 你没啥事装啥病 你就干点啥 他就认为他妈妈是装病 不是装病啊 他确实难受啊 说你给的药吃 你怎么还难受呢 给的药吃我也难受 我们往往认为啊 说你看我领着你就看病去了 看病呢 我给你用上药了 大夫都给你看药了 你开上药了 吃上药了 你就应该不难受了 你一天哼咪嘰咪 指标也上来了 指标也上来了 你哼咪个什么 你哼咪 你就不能坚强点吗 我们经常用病人 你坚强点 你刚强点 你别一天没精打采的 谁不想一天乐呵的 满面春风的 心潮澎湃的 说在这好 你看你看你这人 怎么的 但是他为什么会那么难受呢 因为他真的难受 这种难受 绝不是我们没有得过这病的人 随便就能理解到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 就是希望我们的甲减病人的家属们 你别看着他哪都没坏 你别看着各种指标都正常 指标正常 并不等代表人就不难受 因为很多时候甲减的病人 他跟甲减是相对的 甲减可能是精神上觉得特别亢奋 但是甲减可能就是抑郁 然后情绪比较低落 所以就可能身体上的各项指标已经上来了 但是他的心情还是跟以前是一样的 对 甲减吧 人家虽然也难受 但是他亢奋他能走能撂 无脑喊叫的跟人干仗 甲减他就不行了 他自己往哪屋一摘 他就不愿意见到别人 瞅谁都不顺眼 自己憋屈自哭 还不说话 这个抑郁症是不是有点心 甲减就到一定程度心里就出现障碍了 就是抑郁症的状态 但是你用抗抑郁的药物呢 治不了甲减 所以他可以缓解情绪 但不能治疗甲减 那其实刚才老师也说了 这个甲状腺就是在我们脖子前面这里 像一个小蝴蝶 但其实他的整体 他的体积不是很大 是吗 但是他可以影响我们全身的各项器官 这就是内分泌系统 它的特点 长得都不大 但是很重要 你看他一共才多大呢 40颗到50颗 还没有一两种呢 我们可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 有一张图片 正好是假装线的一张图片 我们可以投一下大屏幕 对 不到一两的假装线 不到一两 40颗到50颗 你看 这个图吧 它是一个平面图 其实它是包上 包上这个气管 围着 就像这个似的 你看这个表面挺突出 实际上我们用手是摸不到的 看不到它 就是它还比较薄 非常薄贴的 上下这个图还是差一点 上下这个尖有的是很长 像我这手这样 就整个都包上 这边是比方说是右翼 上下很长 超过这个面 所以做假装线采抄的时候 有时候报告打的 病人容易看糊涂 说怎么 那个医院说五点几 这个医院说二点几 还有说三点几 差这么大呢 那我都差那么大吗 那摸都摸不着呢 说的就是上下这个尖 这个尖很长 但是你这个手啊 全都这块没得到 那也就是说这张图的话 是右侧它属于一个 右侧稍微肿大了 这块长了一个肿块嘛 结结嘛 你看中间写的甲状 环状软骨嘛 那边的甲端线呢 左侧的甲端线 是正常的 还算形态比较正常 这后边呢 那甲端线的后边就是血管神经贴着涨着 那说到这个结节 刚才我们也说到很多是这个结节长大了 然后不得不做手术 把它切掉了之后 然后很多人才转到这个加减的 是不是这个结节如果做手术就一定会转到加减 这个结节啊 你像这个结节比较大呀 整个左侧的这个甲端线这个线体呀 几乎被这个结节占领了一大半 如果要做的话呢 你不能嘎的那么准确 说可丁可毛把这个结节拿掉 别的地方都杀不着 那种可能不好办 杀的一千自省八百呀 那么你把这么大块甲端线组织结节拿掉了 那么它可能要把周围相对要损伤 这个甲端线呢 不是长这么大 它的功能都均匀的 我们五个手术都伸出来 不是每个手术都有同等的功能的 如果我们一下子把那个最有功能 生产能力最强最壮的那一部分 切掉了 那可我们因此就假减了 有的人呢长的结节很大 人家拿掉了 没事儿 你剩下那块啥也不然我照常 所以啊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你认为是这样的 结果你坐下来不呢 你看有一个病人 他一个肾长了一个囊肿 长了囊肿呢 当时给他做身工检查 身工正常 但是他俩肾 你不知道谁正常啊 我们就误认为说那个 长囊肿那个有病 没长囊肿那个肾工正常 结果呢 医院给他把那个大囊肿摘了 不摘不行了 疼瘦了 大囊肿都七八个厘米啊 疼了一天吃不了药 把这个摘了以后 结果人 病人不尿尿了 这回才发现 那边那个没病那个还真有病 是没有功能 这边长大囊肿那个人家还真没功能 结果这回没查诊了 病人就得透析了 所以这些事情 不是说你医生 那你们手术之前怎么不研究透 没法研究透 你怎么研究透 那你生了个孩子 你说你孩子肯定是聪明的 灵力的 清华的 可能吗 那你生孩子之前 你干嘛呢 你还要生 生了以后 你孩子怎么就没考上呢 你决定不了 这些问题都不是你和谁 哪个医生能决定的 所以就是按老师的说法 如果是得了甲状腺结节 如果是他到了一个必须要做手术的阶段 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 说一定我这个做完了之后 我就一定会变成家界 对 有些问题啊 我们只能去做 我们没法绝对的把控未来 未来的事情 谁也不好把握 昨天看的挺好的 一万里清空 第二天早上一看下大雨了 刮大风了 你能把握了吗 所以我们要讲的这种个哲学思想啊 就是要你把握住今天 你该干啥 干啥就完了 做好今天 明天你管不了 昨天忘了 好的 那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的是 甲状腺的相关问题 尤其是甲减的相关问题 那如果大家有疑问 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在我们做本期节目之前呢 我们的平台上 有些朋友看到了我们的节目预告 就想问一些关于甲减方面的问题 尤其是一些 在孕期的妈妈 他们说孕期这个甲减 可能会导致胎儿的早产 胎儿窘迫低出生体重儿 是如何我们应该在孕期提升 这个甲状腺的素呢 首先呢 你怀孕之前叫做预备怀孕了 叫准妈妈们想要怀孕了 这些人你就得做这个孕前检查 做甲工检查 如果你的甲工不正常 一定要把甲工调理正常 而且那个触甲状腺值一定在2.0往下 你不要弄得太高 说我正常 我4.5 人家4.6高了 你4.5 你觉得正常 那不行呢 当你一怀孕了 你还不知道呢 你这孩子 胚胎时候就假减了 所以说呀 我们一定要啊 相信科学 但是啊 不要说 哎呀 那那那科学也不一定都准 是 那这打喷嚏还有打错地方呢 对吧 所以不要说 还要我们啊 一定要遵循规律 你该用药的时候 用药一定把这个值调上来 调到那个 我们预判的那个范围内 让他你这个时候呢 再去怀孕 怀孕期间的一定也要去检查 反复的做检查 然后调整你这个优甲乐的用量 这样的才能 极大程度的 保证你这个胎儿的发育 是良好的 但我们讲的也是极大程度的 绝不是绝对的 说那我什么都正常 是 你哪都正常 你各种功能都正常 你生下的孩子还可能有残疾呢 那些残疾儿不都是说妈妈有问题的 妈妈啥毛病没有 生了孩子有残疾的 有问题的 还有 还有智商有问题的 所以这些问题啊 我们只能自己做的更好 就行了 所以啊 在怀孕期间 一定要经常跟医生沟通 经常把你的报告单拿给医生 让医生帮助你参考调整 嗯 那还有很多准妈妈会比较担心 说如果我在这个怀孕期间 或者说怀孕之前 我的这个甲状腺素就有问题了 那我生出来的宝宝 虽然我在怀孕期间控制的是比较好的 那我生出来的这个宝宝会不会有甲状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嗯 这个说绝对没有呢 不好说 但是如果你在生孩子 在怀孕之前 已经把这个值调的比较理想了 那么这个样的情况下 一般来说 这个胎儿发育是良好的 是不会有啥大问题的 一般都不会有 但是极个别的不好说 所以概率概率事件嘛 概率事件就是99.999% 没问题 但是还有点点点点点1出问题 那个金无足词嘛 你说那黄金 那还是9.9999 是吧 99.999 还没说绝对是存金吧 所以我们呢 人生就是这样 绝没有完全没有瑕疵的人生 每个人都有瑕疵 有瑕疵才叫真正的人生呢 那啥也没有呢 不叫人生 那叫古人 嗯 那像这个 比如说 很多人现在都有甲状腺结节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 那老师觉得 就是这个是跟什么有关呢 是跟我们平时的饮食吗 甲状腺结节 现在是长得特别多 很多人呢 都是被动的就去检查检查 我最近来了几个病人都是 我说你咋没得的这个病啊 咋发现的 我就前一阵的我脑袋疼 脑袋疼住院了 住院了 说脑袋疼得给我检查检查呀 检查一下 被检查拍个片子 拍个颈椎片吧 一片颈椎片 说这甲状腺看见了 说那再做个甲状腺吧 一做甲状腺 里边有结节了 都是这种情况下发现的比较多 所以啊 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病率高啊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现在主动检查和被动检查的概率 大大的提升了 原来我们说没病 谁上医院呢 找病啊 以前上医院就是你有病 你没有病你上医院干啥呀 现在我们没有病 也上医院了 体检了 怀孕之前要检查 以前说40年以前 说谁家娶了媳妇怀孕了 要怀孕了上医院做个检查 人家说他真有病 都都结婚五六年不怀孕都没有人上医院看见 所以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那么这种情况的变化也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 当然了还有一些潜在的因素啊 像我们来自各自层面的压力啊 什么污染啊 生活稳有节律啊 吃的这个含点量食物过高啊 等等 这些也是脱离不了干系的 老师说到了 含点量食物过高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 都有可能导致甲状腺方面的一个问题 没错 我们在平台上面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说他之前呢是这个甲抗 后来呢用药啊包括自己调整之后变成了甲减 是好转了呢 还是说是变重了呢 呃原来是甲抗 用上药以后变成甲减了 这个话就看着我们怎么说 甲抗你用上药了 说明你甲供下降 说明甲抗被控制了 但是下降过多 这就叫脚网过正 脚网过正了脚偏了 大劲了 变成甲减了 呃 人的一生呢应该是在一个中间这个地方 过高了 也不行 左派也不行 右派也不行 中间派是最好的 那么过高了怎么办呢 就得减点药量 如果减了这个药 你这个就恢复了 而且还没有变成甲抗 这样说呢 这个是效果是比较好的 如果我把这药一减 你又回来变成甲抗了 说明你这甲抗只是暂时被抑制 而且没有被治好 嗯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我虽然把这个治甲抗的药给你平了 但是你这个甲减呢 就回不来了 这下就不是好事了 本来甲抗吧 还凑合 能吃能喝 能懂能料 这回弄成甲减了 这病人懒了 哎呀 孩子妈妈说 哎呀 我这孩子原来你说不让他动 现在好了 他真就不动了 饭都不吃了 躺床就不愿意起来了 所以啊 这些情况啊 我们一定要客观的分析 实在的分析 而不要就说一味的说 啊 我甲抗我吃多了药了 变成甲减了 那不好了吗 把我甲抗制好了 吃 把甲抗制好了 那甲抗制好了 甲减打扮呢 甲减制不过来了 你像吃点131治疗甲抗 本来你这个甲抗 才高出两个 两倍 哎 这个 这 吃药啊 他不愿意吃 孩子也不愿意吃 说为啥不愿意吃呢 说我上网收了 那个药啊 负责用特大了 杀伤白衣抛 损伤肝脏 说这玩意要吃的不好 可能吧 我怎么怎么怎么的 是可能 确实可能 我们往往被这些所谓的可能性吓住了 顾不自封 不能往前走了 往哪去啊 不能吃 这不能吃 不能吃 打扮呢 那有个简单的 吃一滴的点131 是这个 这个简单 副作用小 吃了 吃了半年 好家伙假简了 刚开始挺高兴 哎 就终于把假看治好了 再也不吃这药了 你看不用吃了 结果这雷雷的 见胖啊 胖的 脸都正了 嗯 脑门都正亮啊 这都是那个 皱纹都没了 都 身上一捏 都等等的 这回再一起检查 假简了 大夫说怎么办呢 说怎么 就得吃油甲烈了 吃多长时间呢 就吃吧 得一直吃 没说后边的话 没说一直 你就吃吧 就吃吧 他以为吃两天 就不吃了呢 吃了一年下来了 一停六个月又上来了 这回发现麻烦了 所以我们做事情啊 一定要精心的选择 但也不能说你太过纠结 说选择了我一共三个方案 我就不知道选哪个好 是没有最好的 只有看你运气 哪个最适合你 你就来哪个 嗯 所以我们如果是身体方面 出现了一些疾病的话 咱不能不重视 但也不能太重视 有的时候太重视呢 你可能就会用药过度 可能就会有这个反作用 那今天和大家来聊的是 这个假简的相关话题 如果大家有疑问 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您现在看到的是 正在直播的健康在线帮 今天呢和大家来聊聊聊 假简那些事 刚刚在之前的节目过程当中 我们和观众朋友 以及贾老师都共同探讨了 关于假简的起因啊 包括他现在的一些临床的症状 包括现在经常会发现 一些假简的病人 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做了相应的一些解答 老师刚刚讲了说 这个在医院当中 可能有一些病人 就是刚刚那个问题 就可能假抗交往过正 就最后造成了这个假简 那老师之前 您讲过的 比如说除了抑郁啊 包括心情方面 还有一些皮肤干燥粗糙 老师刚才提到发胖的 发胖 那假简的临床症状 究竟综合起来来讲的话 它都有哪些具体的症状 假简的症状 原则上是比较多的嘛 你比方说 我们从头上面往下说 按顺序说 大家好以记忆 头是神经中枢 它表现啥 记忆力减退 反应词顿 说话呀 词不达意 表达不清楚 你说出那个词 你出不来那个字 说不出那个音来 结果说出那个词 词一听的 不是你脑袋里的意思 病人就很着急 心知秃秃 我就想说 你让你看这个 我怎么就说不出来呢 或者是别人说话 你听不懂 你听见他说了 你也看见他嘴动了 但是你不明白他的意思 这就是假简 再严重了 就忘了什么都记不住 出门 你领他出去行 领他了吧 你说你自己回去吧 我回不去 又咋回不去呢 我找不住家 我记不住道 就是这个 这是神经系统 你到心脏 心脏跳的缓慢 一分钟五十次 四十次 低于四十次 再低了就得按起波器 所以他心跳的缓慢 浑身没有力量 肺子呼吸量也不够 那么他气短 乏力 心慌 没劲 这些都有了 到消化系统 未尝到 那么他就是不愿意吃饭 没有食欲 胃胀 没食欲 几天也不大便 到生殖系统 那么就是不孕 不育 没有月经 这都有 剩下你往外看的就是全身肿胀 皮肤干燥 脱发 那皮肤 你一摸呀 都拉手 粗糙 你就摸 是摸点油啊 一般的都摸点油 摸点油也不行 摸完的还拉 它里边没有啊 你说你拿一瓶水浇在那干木头上 那有啥用啊 你要浇到那个小树上 你看看 那小树长得多好啊 所以因为啊 你这个抹这个油 抹不到里边 它里边有病了 所以这个夹点这个病啊 它这个对我们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老师刚才说到 其中有一个症状是皮肤会肿胀 那它跟发胖其实不是一个感觉 是吧 我们胖啊 其实胖 是我们身上有肉了 肉多了 细胞多了 我们肿胀不是细胞多了 是水多了 我们这个细胞间和细胞内含量的水多了 含的水增多 那么就肿起来了 你看那个尿毒症那个人的病人 那腿按一个坑 而我们甲减的病人呢 可不按不出坑了呀 身上都肿 你捏这个肉啊 你捏不动 硬发硬 说我这你看我这肌肉 他那肌肉 他那肌肉不能动 人家那肌肉一劲 鼓个块 他那肌肉没块 全都是硬的 腿也硬 甚至是嘴都肿 你要是做个心脏的这个 那个S光片 拍一个胸片 心脏肥大 心影症大了 心肌都 里边都有水 所以啊 他这个是水多了 不是肉多了 你胖是多了一半肉嘛 嗯 那个肿啊 你看那是中 是真的是水多了 那像老师刚才说到这个心脏肥大这一块 那像这个比如说心脏肥大呀 还有肌液呀 还有心力衰竭这样的一些症状 他跟这个甲碱性的心脏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在这个症状上 这个甲碱引起的这个心脏跳的缓慢啊 水肿啊 这叫甲碱性心脏病 如果没有甲碱 你像普通的心脏病 人家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也可以使心脏肥大 也可以心肤肌液 但是他全身也能肿 但是那个肿和我们甲碱肿是不一样的 我们甲碱肿刚才说了嘛 是肉是硬的 人的肿是暗之如泥 就是身上那个肿嘛 一样一个大坑半天起不来 什么原因呢 是心脏的运动能力下降了 但并不标志的 你把水代谢的能力下降了 你水呀 身上的水该流多少 流多少 该排出排出多少 没有影响 而我们心脏毛病就是 这个血液的流循环慢了 这就是心脏的毛病 不能把这些循环的血液 都及时的供到个脏器 而你这个甲碱呢 不是这个血液循环慢了 而更重要的呢 是这体内的水分代谢慢了 水出不去了 全都你想停着 这个水呢 而又不是我们所谓的尿毒症那个水 尿毒症那个水是带有那个尿素蛋那些东西的 出去的 而这个呢 就是我们普通的水 所以你看那个肿起来 脏 而我们这个心脏病的那个肿啊 一般都是肉都是软的 而且你躺哪边哪边肿 而且我们甲碱的不是 你哪边都肿 两边对称的 所以这个也是区分他们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症状 对 一个表现 那其实很多人得了这个疾病之后 很多人想到的不是我要吃药 或者说我要怎么样进行手术或者治疗 很多人想通过食疗来进行调整 然后就有的人说 如果得了甲状腺相关的疾病 就不能补钙了 然后就是含磷的东西要少吃 想问一下老师是这样的吗 啊 那个含磷的东西啊 不管是甲状腺病 什么病含磷高的都要少吃 零多了不行 像一些元素啊都要食可而止 但不能吃的太多 吃太多对我们都有影响了 嗯 好的 那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的是甲碱的相关话题 如果大家有什么这方面的疑问都可以 现在赶紧编辑一下 或者思考一下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继续为大家答应解惑 健康在线帮您的健康 我们来帮今天来帮大家 就是关于甲 对对对 甲减方面 甲减的全称呢 应该就是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减退 在广告之前 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比较详细了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 比如说自己是甲减的患者 或者是家人朋友 有这个甲状腺相关的疾病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45182890979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各个平台之上 我们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问题来综合来看一下 帮他们来解答一下 这个朋友就是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过的 他说他呢是吃过点131 然后后面甲抗逐渐痊愈了 然后呢复查的时候抽血一切都正常 然后前两天呢 医生说他变成甲减了 但是没有给他吃药 说他现在还没有怀孕 所以先不用吃药 但是呢他觉得很担心 因为他想赶紧把这个甲减治好了 想要宝宝 想问一下他这个情况是很难治疗吗 应该说比较难治疗了 他医生没给他吃药啊 我估计是这种情况 一种呢是 他这个甲减不太严重 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呢 医生可能根据经验呢 想等待一段时间再检查 看看那个甲减 有没有可能再恢复的这种希望 那就晚用药一段时间 另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这个还没有准备怀孕 那么也可以往后拖一拖 这是这个医生的判断的这个依据 要根据我们的经验说呢 点压三腰治疗的甲减 在甲减形成以后 再返回来变成甲抗的概率 是比较低的 有没有呢 有 因为这可能当时 这个点压三腰啊 一下子杀伤 他的甲减形成组织的时候 突然杀伤 他就被人家打伤了嘛 但打伤以后 他有一个恢复过程 就比方说 我们一个人 让人一拳打倒了 然后倒地下了 人在打第二拳 他们起来 可能他躺在那边打几拳以后 晃晃又又站起来了 哎 又给人打起来了 这样呢 他又变成甲抗了 这种情况有 但是长期下去 点压三腰治疗的甲抗 基本都是变成终身性甲减 所以这位病人呢 可以再观察一下 但是如果想要宝宝 应该每个月做一个甲工 看看你的甲工发展的图像 是什么一个趋势 然后及时进行药物治疗 那像我看大家的问题 好像这个甲抗和甲减 这样反复的病人还挺多的 是不是有的时候是 比如说开了甲抗的药 然后我就一直吃 我就觉得说 这个我好像一直吃 我这个甲抗就能治好 然后其实它中间 应该在定期的去进行一下检查 然后调整一下 这个药的用量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中国还有一句俗语叫 久病乘良医 而因为我们很多人久病了 他就认为自己就是良医 久病成良医 那不是每个久病的人都能成良医 如果每个久病的人都成了良医了 那我们的良医就太多了 是不是 事实是没有几个久病的成了良医的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话呀 都弄在自己身上 你看我老得病 我老上医院就看病去 这一大夫加点我都会了 你会了 你知道加多少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为什么你不知道 你只知道加 你不知道为什么 依据你不懂 所以我们往往病人就犯了这个错误 一看 哎呀 是一片 就我这体格子 你看我这两米来个 两百多斤 吃两片没事 两片 三片 吃三片 没事 你看 做化验 哎呦 三片 降了点 接吃三片 吃四片 他没成想这个药啊 他有个作用 有时间的 不是一下子就跟你起笑的 慢慢来 等过几天 他再去检查 一看 第一了 第一了 又害怕了 他心里慌 现在我不吃了 这可能好了 一不吃了 过两个月又高了 所以这就弄得心烦一乱的 所以你拿着这个化验单以后 一定跟医生商量 跟医生商量 看一看 这个事咋办 加多大的量 不要自己就当了医生了 所以我经常跟病人开玩笑 我说你别老抢我的饭 你说我容易吗 我念了这么多年书 我又临床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混到这位置 动不动 你就要抢我的签字权 处方权 这不太好吧 你还是把这点钱让我挣了吧 所以说就是我们经常看病的时候 听到三个字特别重要 就是遵医嘱 没错 对 其实你说起来好像 觉得说只是三个字 但其实听医生的话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的这个病情的恢复啊 还有用药都是非常有用的 来继续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这位朋友他说了 说前几个月发现得了假浅 每天呢 吃半片药 再去查这个气象 显示已经恢复正常了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 还要继续吃药吗 因为年纪小 这种病呢 有没有可能完全恢复呢 这种细胞损坏后 不能真的没有办法再生了吧 嗯 这位病人看来年纪不大 嗯 他期望不再吃药了 这种可能性比较低 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什么叫假浅 假浅预后是什么样 你吃了半片 恢复了 你为什么恢复了 因为你吃了半片 说中午了 十二点了 你你为啥不饿了 因为刚刚我给你一个汉堡 你吃完我的汉堡 你不饿了 那到晚上八点了 我还没给你汉堡 您饿不饿 您饿了 所以我这个汉堡啊 只管你中午 我没管你晚上 我根本没管你 怎么才能不饿 我只管你这一顿怎么不饿 所以啊 您这个假装馅片不能不吃 这个优甲乐不能不吃 而且要坚持吃 想不吃 那你得做你假工全项检查 看看用中医的办法 能不能把你的假碱治过来 如果能 那就将来可以把你优甲乐降下来 如果不能 那你优甲乐就必须吃了 还是要根据他现在的这个轻重程度来判断 对 不能自己决定吃还是不吃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的问题 呃 这位朋友说 有没有早产的宝宝有假碱的问题啊 我宝宝前段时间是测 假工三项 T3T4正常 TSH升高15了 呃 他想问一下怎么办 会不会是早产而假装腺功能没有发育完全 因为是早产的 所以他比较担心 这个是不是早产 假装腺功能没有发育完全 这个倒不重要了 还是你怀孕期间 你本人 呃 假工偏低了 母体的问题 这个也都不重要了 我认为你这个孩子当前要考虑的问题 如何解决你触甲状腺素15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才是当务之急 至于我们这病是怎么来的还有啥用了 我们已经来了 没有用了 有用的是怎么没的 你怎么把这病整没 那就赶紧用药吧 别再忧郁了 吃上 八分之一 有假肋 赶紧用 把这个15 触甲状腺15 给它降下来 不然的话 它会影响你的孩子的智力 生理都会影响 所以啊 不要再胡思乱想 抓住一点 最重要的中心 别再成天里 再想那想 我这孩子怎么得病 孩子怎么得 怎么得病 都病得完了 你还能给他弄回去 嗯 其实刚刚老师讲的这个甲茧的一个症状 说到从头到脚 包括四肢啊 皮肤等等 我就很感慨 这么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器官 竟然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 这位朋友也说了 说自己的孩子 那老师也说了 以后会影响 智力影响 巴育影响 等等等等 真的是甲状腺的一个健康 看来会比其他的 可能说我们看起来更大的一些器官 像心脏啊 脏气啊 这个更加的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健康了 没错 是的 这里提到了 还T3 T4 TSH 这都是应该是一个 呃 检查的一个指标 一个化验的一个指标 说到TSH升高到15了 TSH就是醋甲状腺激素是吗 对 醋甲状腺激素 它正常应该是多少一个值 升高到15意味着什么呢 已经高出三倍了 已经高出三倍了 正常的一般的医院的化验单呢 那个值大约是在4以下 有个别医院的大约在5.6 5.7 你就算平均15 它15也三倍了 所以说这个甲状腺激素 像病人刚才说的 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 也可以趁这个时间来编辑一下 然后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 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回来为大家答一句 那其实在刚才的时候 老师也说到 我们刚才这位问宝宝早产的这个问题 说老师说已经要 必须要治疗这个醋甲状腺激素了 我想问一下像孩子的话 因为他很多是很小的 他只要出现甲状腺问题 就可以服用有甲乐吗 他可以吃这种药吗 不是可以服用 因为我们这个词一定要较准了 也兴许我们是个专业的 专业的就说话 就比较容易咬文嚼字 为什么呢 如果你把这个词用不准 你做事的时候 你就不那么有动力 不是可以是必须 必须要吃 必须要吃 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 你不吃是绝对不行的 吃了怎么样呢 吃了肯定比不吃强 说吃了我能不能就好 那不一定 但不吃肯定不好 吃了要好 能好到啥样 不一定是你期望的 说我吃了 我这孩子能杀毛病没有吗 不一定 但是你吃了 都有很多毛病会没有 所以说呢 这个是必须吃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 有的那个妈妈 哎呀我那孩那么小啊 那还吃奶呢 你说这药啊 又有副作用啊 我看了那说明书啊 那说明书那副作用 都那么长啊 是有副作用 那您就能因夜费食吗 如果您不吃这个优假乐 您这孩子智力 生理 各脏器功能全都出问题 你愿意吗 说一句比较终极的话 就这孩子 如果你不吃优假乐 这孩子觉得傻 你愿意吗 不愿意 所以我劝你 还是必须吃 而不是可以吃 所以马上吃 吃上之后定期检查 有什么问题 再和医生商量 嗯 没有第二项选择 那像这么小的宝宝 他是不是不一定 一定要终生服用这个优假乐 还是有可能 嗯 这个有一定希望 为什么呢 呃 他这小孩小嘛 假的线毕竟还没发育好 将来随着他年龄增长 假的线越来越大 也有可能他长好了 真有可能他就不用持有假乐了 所以我们为啥老不让你想明天的事呢 老让你做今天的事 你要想明天 你脑子就大了 那万一明天 这孩子长大以后 这假的线还不长大 那我怎么办呢 那你就陷入困境了 那我怎么办呢 你光天天想 我怎么办 你每天都钻牛脚尖了 结果钻到牛脚尖 你天天痛苦不堪 结果我都忘了 给孩子吃药了 当下该做的事你不做 老想明天空想的事 有什么用啊 所以说呢 我经常讲 立足当下 立足今天 明天事 明天再说 今天事你先干好 今天事不干 光跟他想 那将来我的孩子 要是假装现在功能也长不上去 那一辈子吃药也 吃出副作用来了 要把这吃坏 把那吃坏 那我儿子这样子怎么办呢 你儿子还在那等你 给他喂药 喂奶呢 你想什么怎么办呢 所以就是要 今天我们就现在 就积极的治疗 不要想过多的 这个以后的问题 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的问题 来看一下 这位朋友他说 哎 还是一个发育的一个问题 就是怀孕当中 说这个拍儿的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怀孕八周 有假检 说网上查呢 假检会对孩子大脑发育有影响 想问一下 是这样吗 他需要去医院做检查吗 他说的是大脑的发育方面的问题 他现在还在怀孕 对 还在怀孕 现在啊 当然去检查也很重要 眼下最重要的时候 你怀孕了假检着呢 马上把优假乐锅补上 马上必须吃上 把你的值调上来 这个时候坐一下子 穿个羊水 化验一下 看看怎么样 因为这个这时候说 你孩子治理有没有问题 不好说了 看看羊水 现在我们这个检查呀 非常先进 这一个羊水抽出来 基本能看出来 你这孩子的状况 所以啊 你马上吃药 随时检查 做这样的选择 既然有这个问题了 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下检查 然后还有针对性的进行这个治疗 对 这样也是以防对这个宝宝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观众朋友 他说他今年是51岁了 然后近期呢 身体检查 发现醋甲状腺素是9.22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 抗体是137.3 其他的指标是正常的 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这个呢 应该给他诊断为啊 乔本氏甲减 乔本氏甲减 因为他这个年龄到了 51岁 正好到了更年期的年龄 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了 现在他甲减将要 严格的说呢 他这个应该乔本氏病 亚临床甲减 什么意思呢 甲减已经开始 但是还没有完全形成 还没到明显的甲减 到明显的甲减 T3T4值就下降了 现在T3T4值还没下降 只是要向甲减走了 说我们现在要上北京去 票已经买了 车站我已经到了 但是我还没减票呢 没上车 你马上应该公布了 减票了 你上了车了 对不起 甲减已经开始了 嗯 那像老师刚才提到这个 乔本氏甲减 那他和正常的甲减 是只有年龄的这个关系吗 乔本氏甲减和一般甲减 没有年龄的区别 不同的年龄阶段都可以有 乔本氏甲减这种病 而其他甲减也不一定 各种原因得的 其实没有年龄差异 嗯 那他俩这个症状啊 或者是其他方面 症状是一样的 都是甲减 就得病发病原因有区别 有是乔本来的 有是你像刚才那小孩 各种原因 先天来的 妈妈来的 还是他自己来的 还有那个手术的甲减呢 各种原因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位观众朋友说 他患有甲减已经有两年了 然后刚刚做过检查 一切是正常的 但是现在呢 还是有嗜睡 四肢无力 四肢浮肿等等的 这些症状 想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病情 更加严重了 指标是正常的 但是这些其他的症状 这个指标和临床症状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往往认为 病人呢 是这样想的 大夫你看 我吃了这么多药 我都吃两年了 我的化验指标都很正常 我就应该哪不难受了 你看他用这个词叫应该 嗯 我经常跟病人讲 啥叫应该 现实就叫应该 你有什么症状 这就叫应该 而不是你想的 我想怎么的就应该 那你家孩子都上了 从小学一直上到高中毕业 天天认真真真写作业 很认真的 那你家孩子应该考第一吗 事实不是这样 第一全班就有一个 为什么不是你家孩子 那应该写在哪里 应该不是写在你脑子里 写在现实当中 现实是你虽然你很认真地吃了两年药 你的指标也都很正常了 但是你现在仍然很难受 这就叫应该 应该就叫现实 这个应该怎么办 你还要通过别的渠道来解决 单纯靠吃这个药片 已经没有办法帮助你了 所以一个方法不行 就再来一个方法 所以世界上才有诸多的方法 要一个方法都行就没有了 是吧 这个怎么办 这个就不是吃药片解决的了 也不是说你病情严重了 是你病情得到恢复了 其他那些问题都解决了 还剩一些问题没解决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 建议你用中药来解决 中医可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调理一下 看看这个 比如说这个四肢浮肿的症状 是不是可以有所缓解 来看一看下面的朋友的问题吧 这位朋友说 说小女去年发现有这个甲碱 应该是她的女儿 医生说只吃药 口服有甲乐 医生说一天吃一片 有一点担心副作用 只给女孩吃了三分之一 吃了一个星期 去年的年底去检查了 一切正常了 前几天发现 小女孩的脖子有点变大 昨天去化验 医生说变假抗了 请问一下 什么原因该怎么办 药没吃够 让她吃一片 她吃了三分之一 吃了三分之一 还就吃一星期 这回又一年多了 又假抗了 对 当时那个甲碱 有可能是各种原因 也有可能是真甲碱 也有可能是就是化验指标的问题 所以我们实验室的检查 一定和临床症状相符合 实验室的检查不是绝对百分之百是对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临床医生 有实验室的医生 这两个最后谁决定你得啥病呢 还要看临床医生 因为临床医生是接触病人的 实验室医生是接触样品的 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时那个化验单 因为他就化验一次 而且他还就吃了一个礼拜 最后脖子有点种假抗了 我经过他这个历史病史判断 我认为当时那个化验单可能有点问题 结果他还好就吃了三分之一 这就有假抗了 所以现在怎么办 现在应该按假抗制 那他会不会再反复再回到这个假减 那得看他的那化验单 还有他那个假工五项的抗体如何 用药的因为小孩 用药一定要慎重 不能用的太多 毕竟他发育还不完善 如果你用太多容易造成假减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的提问 他说他是心跳过缓 每分钟才42次 然后有假减 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大不大 用什么药可以提高心跳 心跳42次 够低的了 吃的有假乐 治的假减 那么心跳还慢 他这病人应该表现周身怕冷 手脚冰凉 那个心情郁闷怎么办 因为这也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跟你说清楚的 希望你找中医进行中医辩证治疗 中医要给你治呢 就得温脾肾之阳气 叫骨一身之阳气 然后把你脾肾阳气补上来 你就不怕冷了 心跳速度就上去 所以说这个假装腺 还是跟我们的心脏有很大的关系 对 这位朋友他说 他说本人得了假减 最近呢 刚被医生确定 确实要终生服药了 刚刚由于担心生不出健康的宝宝等等的问题 想问一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服药的话会不会对宝宝有影响 这应该是很多朋友们的一个疑问 对 你现在假减了 得抓紧服药 认真服药 忠臣服药嘛 先把服药 把那直调上来 调到一个2.0左右的直 然后呢 再找中医看一看 你的心肝脾肺肾各脏腑的功能是不是协调 不协调 中医再调理调理 把你治的啊 哪都不难受了 吃着这药片 然后准备怀孕 这个怀孕期间要 及时检查假工 这样的密切观察 调整这优假乐的用量 这样才能保证你这个宝宝生下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他说我爸爸欢迎有这个假简想问一下平时给他吃东西应该注意些什么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啊 就是假简了 我们能不能随便吃啊 尤其是海货 哎 我们还是那句话海货辣椒糖咸菜 假简你也不能吃 病人很不理解 假简了 我都假简了 我不应该补一补啊 我就得补一补啊 补一补补啥呀 不是补点 他们认为呢 我们假简了就是点滴了 不是点滴了 是你假断线功能低下了 假断线受损伤了 假断线合成假断线激素用什么呢 它得有原料啊 它合成激素就是用的点 它本身不是缺点 而你再给它那么多点 那你不让它更受伤吗 本来它都病病歪歪的 你非得往它身上放个麻袋 那你还让它走路吗 所以啊 我们要减少点的摄入量 就海货辣椒糖咸菜一定要少吃 应该多吃啥呀 多吃姜啊 多吃葱啊 山药啊 大枣啊 吃这些鼓舞洋气的东西 你别老吃那个海货 呀那大虾呀 好啊 好 对不起不是给你吃的 拿了给我吃还可以 就是它补的这个地方有点不太对 补错了 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问题 他说这个肝肾甲碱都没有问题 脸上全脸肿 全身肿 会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现在他浑身肿 但是他又怀疑自己是甲碱 但是可能又确认了不是甲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呃 这种情况也有 就是全身都肿了 怀疑是甲碱 不是 因为甲碱的肿是脏 而不是按出坑了 这个全身肿啊 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肾病 查一个肾功 查一个尿蛋白 第二种呢 就是心脏病 查一个心电 看看 心脏病也会让人肿 也可以让人肿 嗯 还有肝病 啊 这要是都没有了 那就是中医讲的功能代谢性疾病 西医就认为你这个查不出来了 神经性随肿 还有这个词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得找中医看了 如果你要啥检查都全面了 我建议你带着所有的检查找中医给你变个证 中医还有叫风水 刮风的风 风水 嗯 就是突然你就肿了 啥原因查不着 因为这时候肿还在表面 没有进到脏气 脏气功能没损伤 在外表呢 这时候你做啥检查都没有 就是肿 这时候吃中药 很快 肿就消强 嗯 所以说这个浑水肿 可能是由于很多的疾病引起的 或者说很多的器官出现问题引起的 如果是不是甲检的问题 我们就要一一的进行其他器官的一个排查 对 然后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按这个都没有问题的进行治疗和这个中医的一个条理 是的 没错 也非常感谢贾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感谢电视期间观众朋友们的陪伴 今天我们讲的是甲检 如果大家有对这个甲状腺 甲检啊 甲康啊 甲状腺结结 对 相关的问题的话 依然可以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 任何电话零四五一八二八九 零九七九 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 我们发过来 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